我是 每次要講我是什麼都覺得有點難講 總之我是空屋筆記的版主或是作者 先問一下有人聽過空屋筆記嗎 OK 聽錄上面寫說不花錢改變世界 不過一開始直接就跟你們講不花錢改變世界 會覺得有點太囂張或是有點太快了 所以我想先問看看有沒有在場有沒有人是學生 還有嗎 學生 OK 有學生的話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可以問你大學生吧還是高中生 高中生 那請問你現在大部分的時候應該是在讀書吧 那讀書是為了什麼對你來說 像我現在是高三生嘛 然後之前讀書的原因是因為要考學測 就是為了考大學而讀的 那雖然長輩都會說讀書可以考到好的大學可以好的出路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迷惘 因為在台灣現在這個不景氣的時代 很像好的大學出來很像也沒有做真的很高的薪水 所以雖然以前會覺得讀書很像是為了好工作好大學 但是現在會 這會有點不知所措 所以 也最近也趁著學測考完這段時間有試著摸索一下 我之前是為什麼讀書這樣 謝謝 剛好第一個就是遇到我想要聽的答案 所以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當我是學生的時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還是學生的時候 當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會問的問題是 我們念書是為了什麼 那我們可能自己給自己的答案 或是家人給我們的答案 或是你讀書就是為了考試 為了得到好的成績上好的大學 上好的大學以後你才會有好的學歷 好的學歷你之後才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那假設 現在換假設我們真的大學畢業了 用我們的好學歷找到了好的工作 找到好的工作以後 有穩定的收入 那你會想要幹嘛 嗯 最普遍回答應該是 完成想要完成的夢想吧 呃 像是 我會想要出就是 像是 想要去出國去看看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想要試著去留學 交換學生這樣子 對 對 所以我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欸如果我念書 考了好的成績 然後上好的大學 得到了好的工作 欸有好的學歷 然後得到了好的工作 有了穩定的收入以後 其實就代表著 我們好像可以做自己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了 我們終於可以自己做自己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困惑的點就是 可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事情是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想 也在想 然後 我的答案其實跟你幾乎一樣 我並不知道 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會想要出去外面看看 我會想要去看看這個世界上 其他的人在過怎麼樣的生活 我會想要知道 不一樣的地方 會不會有一些 我們在台灣其實看不見的東西 對 但是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其他的人就會跟我們說 喔你想要出國旅行出國看看 去見見外面的世界很好 但是 你沒有錢 機票要錢 飯店要錢 然後你如果要跟團 或者是要去外面吃東西 歐洲的飲食費 都很貴 歐洲消費都很貴 你沒有錢 你沒有先賺 工作賺個五年十年 你並不會有那麼多錢 讓你出國旅行 是這樣子嗎 但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難道真的只能夠這樣子嗎 難道真的一定只有 很有錢的人 或是 先有一筆 一筆積蓄的人 才有資格才有能力出國嗎 我們後來想到了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真的出去了 那 出去旅行的時候 大家有聽過沙發沖了嗎 我們漸漸發現說 欸真的 你並不一定要很有錢 你還是有可能 讓自己出國 然後去看很多東西 我們用沙發沖 讓找到世界各地 願意把他們自己家裡面的 空房間 空的床位 或是空的沙發 讓出來 讓陌生的旅人 去他們家過夜 那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認識不一樣的人 比如說 像是 在 丹麥或是瑞典 會有很多人 基本上這輩子沒有機會 來到台灣 所以他們會非常期待 有機會 終於有一個 台灣人到他們家 讓他們可以 不用出國 就有辦法去 看看台灣這個地方 一個他們其實到不了的地方 那當然 我們用沙發沖 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虛 我們就省下來那筆住宿費嘛 那這是 住宿 那交通呢 一般的旅行可能會用 坐飛機的 或者是坐火車的 或是坐客運 那其實這些也都是一筆開銷 那 不花錢的旅行方式 就是 就是你走到路上 然後把你的拇指舉起來 然後 然後車子就會停下來 這叫什麼 搭便車 我們真的在歐洲 真的在 呃 世界各地方 包括台灣 我連在台灣的移動 在台灣旅行 都是用搭便車的方式 所以 這是有可能的 你真的有可能 用不花錢的方式 住到陌生人家裡面 用不花錢的方式 遇到願意載你一層的 便車的車主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 存很多錢 你都還是有辦法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然後去體驗不同的文化 不過我們這個時候就意識到 狀況好像跟我們一開始講的 有點不一樣 我們並不是為了不花錢 才去 住沙發沖浪 為了不花錢才去 搭便車 我們漸漸的發現 雖然 住沙發沖浪不用錢 雖然搭便車不用錢 但是 他們帶給我們的東西 你用沙發沖浪 跟當地的人一起生活 你用搭便車的方式 去認識到 許多你在日常生活中 根本遇不到的人 然後你去聽他們的故事 去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你會發現 這種不花錢的旅行方式 可以 教會你的東西 遠遠比你花錢 去旅行 所學到的還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漸漸的我會發現 即便我們可能有錢 即便我們可能有了收入 我發現我還是會比較傾向用 這種沙發沖浪 或者是用搭便車的方式 旅行 所以我們第一個 試圖 證明了說 你並不一定要很有錢 你還是有辦法去旅行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 我老媽就會說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都在旅行啊 你總該有一個地方定下來 你總該住在一個地方 好好過生活 那你過生活的時候 你要怎麼搭便車 你要怎麼住沙發沖浪 你必須要租房子 會有各式各樣的開銷等著你 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 對不對 你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 找個工作 然後努力賺錢 那 我在結束歐洲兩個月的旅行以後 我其實是去克羅來西亞當交換學生 OK 應該比較少人聽過克羅來西亞 不過總之 就是在巴爾幹半島那邊 然後我在那邊待了半年 我在那邊真的就遇到一群不花錢過生活的人 那我們在那群人叫做freak 或者是比較簡單介紹 就是一群 有人會覺得他們像是西匹 有人會覺得他們像是無政府主義 總之就是一群沒有在工作 沒有在賺錢 同時他們也沒有在花錢的人 然後他們在那邊住生活 所以大家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是生活的話 那你要怎麼解決 食衣住行 吃的方面 其實我們那邊的人會在 下午 可能兩三點的時候 會去當地的菜市場 然後就問當地菜市場的攤販說 你們這邊有沒有長得比較醜的不好看的 可能今天收攤以後 你會把它淘汰掉 丟到垃圾桶的蔬菜水果 如果有的話可以給我們 我們拿到非常非常多的蔬菜水果 基本上我們是去那邊問個五個攤位 六個攤位 我們手上拿的蔬菜水果 就已經多到我們拿不動了 那這些蔬菜水果怎麼了 它其實並不是不能吃 雖然它原本會被丟到垃圾桶 許多的時候它就只是 葉子比較黃 或者是紅蘿蔔長了兩隻腳 或者是馬鈴薯太大或太小 然後可能壞的菜上面有黑斑 就只是這些問題 那你可能必須要花多一點時間把它處理掉 需要削皮啊 然後需要把那些壞掉的地方切掉 但是其實當你把這些東西料理好以後 然後拿到鍋子裡面去煮 出來吃下這些食物 你會覺得說 你並不覺得這些食物原本 你並不會覺得這些食物是會被當成垃圾的食物 它其實都還很好吃而且都可以吃 那或者是他們會去麵包店詢問說 下家的麵包 那他們也都是這樣一個牛皮紙袋一個牛皮紙袋 就這樣給我們 那這些麵包也怎麼了 它其實也不是不能吃 它就只是因為過了一個晚上那個麵包店 沒有辦法再賣 那往往這些麵包非常非常大量的麵包 就只能夠拿去當堆肥或是只能夠拿去給豬吃 所以我們透過去菜市場藥菜或是去麵包店 問下家的麵包 我們基本上就 東西食物永遠都吃不完 甚至 我們有一群人會帶著我 有一些人會帶著我去當地的大賣場 可能超市 或是超市的大賣場 大概晚上10點11點以後 等到大賣場關門了 他帶我們到最後面的垃圾桶去 然後打開那邊的垃圾桶 然後我去那邊看 我在台灣對垃圾桶的印象是 裡面就是一些衛生紙 包裝紙 或是一些蔬果的殘渣 大概就這樣 然後臭臭的 我完全不會想要看 但是當我在克里亞亞那邊看到的垃圾桶 裡面是一盒一盒的牛奶跟餅乾 然後還有保鮮盒包裝起來的食物 就這樣子 全部被 全部把那個垃圾桶塞得滿滿滿的 那這些食物怎麼了 我們也覺得這些食物可能是過期了 可能是壞掉了 不能吃了 的確當我們把裡面的牛奶拿起來 然後打開來無聞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真的已經酸掉了 但是當我們把它拿起來 看它上面的日期 我們會發現說 它其實還沒有到期 那這對我來說是一件 打擊有點大的事情 我意識到說 這些食物被丟在垃圾桶 並不是因為它壞掉不能吃了 才被丟到垃圾桶 這瓶牛奶 可能 我拿到的當天 隔天或是過兩天才會過期 那為什麼會被丟到垃圾桶 今天如果我們去超市買東西 尤其是買牛奶這種 它如果可以放兩個禮拜 我們會買保存期限多久的牛奶 大部分的人會盡可能買 還剩下13天14天12天的牛奶 如果我們今天去超市買一瓶牛奶回來 它只剩下五天六天 如果它沒有打折的話 我們一定會被我們爸爸媽媽罵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這罐牛奶 在14天13天的時候 是很有可能會被賣掉的 如果它剩下一個禮拜 剩下五天六天 如果它沒有打折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人去買 所以當這罐牛奶只剩下三天 或者是兩天 就到保存期限的時候 它並不是因為不能喝 而是不會有人買 所以呢 它就會被丟到垃圾桶裡面 那不只牛奶 餅乾可樂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麵包 跟蔥泡包 或是啤酒 各式各樣 所有超市裡面會賣的東西 都會出現在垃圾桶 所以 許多歐洲的人會 依靠著翻垃圾桶裡面的食物來維生 那他們食物這方面就不用花錢了 那住宿呢 如果你沒有沙發族 如果你沒有租房子 如果你沒有買房子 如果你沒有買房子的話 你要住哪裡 我們在那邊住的地方 是一間屠宰場 一間已經廢棄三四十年的屠宰場 然後呢 我們並沒有租房 我們並沒有租 我們並沒有付租金 然後我們也沒有買它 而是 一群人看到那邊 那間屠宰場 他們覺得 這個屠宰場在這邊已經廢棄三四十年 怎麼都沒有人住 然後又是一塊好大好大的空地 空間 所以 他們就跑去佔領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生活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竟然有人可以用佔領空位的方式 居住在一個地方 而且所以 簡單解釋 你們就會知道 這一群不工作 不賺錢 不花錢的人 他們 吃別人丟掉的食物 然後住 沒有人住的房子 許多人會覺得 這群人 其實就是一群 不是生產的 社會寄生蟲 你們沒有在工作 那你們憑什麼去使用這些 別人之前 生產出來的東西 也許只是浪費掉的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其實如果你們 有機會去多了解這群 住在空屋裡面 或是去翻 垃圾桶裡面的食物來吃的人 你們會知道 他們想要的 並不是佔領空屋 他們並不是想要 真的想要住在空屋裡面 他們真的想要的 並不是去吃垃圾桶裡面的食物 之前我認識一個 義大利人 然後他就說 他之前在義大利的時候 他都是吃 他已經吃了四五年的素食 所以 但他吃素食 並不是因為 宗教的關係 只是因為他覺得 現代的畜牧業 現代的肉類 可能雞或是豬 或是 牛奶跟雞蛋 這些生產 這些食物的方式 太破壞環境 然後浪費很多資源 同時對動物非常非常不尊重 所以他不想要吃 就只是因為這樣子而已 但是他說 他說 當有一次他們的朋友 帶他去義大利那邊的超市 去翻垃圾桶的時候 他說他從當天開始 重新開始吃肉 為什麼 他們說他們可以每天 從義大利那邊的垃圾桶 翻到 兩隻完完整整的拳擊 垃圾桶裡面就放著一隻兩隻的雞 還有牛排 熊鮭魚 豬絞肉 各式各樣的雞腿 各式各樣的肉類 就是被擠在垃圾桶裡面 那你去回想這些 他們之前不願意吃的食物 他們覺得他們不想吃肉類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肉類 這些雞隻 這些豬隻 在農場的時候 過得非常不人道的生活 他們不想吃這些肉類 因為他們覺得 這些肉類可能被打了抗生素 可能被打了生長激素 可能被打了瘦肉精 他們不想要吃這些肉類 因為他們覺得 生產這些肉類所 消化掉的能源跟糧食 太多 太浪費 而且沒有必要 但當我們發現 我們浪費了這麼多食物 這麼多能源 然後 讓這麼多動物受這麼多的苦 然後把它拿去屠宰 以後放到一盒一盒的保鮮盒上 然後放在超市裡面販售他們的屍體 結果過幾天以後沒有人買它 我們把這些動物丟在垃圾桶裡面 把它當垃圾 那你會去質疑說 那這些動物之前所受的苦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這些動物之前所受的苦到底是為了什麼 許多人不忍心 其實這一群佔領空屋跟翻垃圾桶吃食物 翻垃圾桶的食物吃的人 真正想要住的其實會是友善環境的自然建築 或是綠建築 我們可能會比較希望自己是 可以住在用泥土 用竹子或是用木頭蓋出來的自然建築 我們想要吃的食物也不是那些翻垃圾桶 翻出來的那些可能被打抗生素 灑過很多農藥 然後甚至可能不新鮮的肉類或是蔬菜水果 他們想要吃的其實基本上會是 我們用自然農法用有剩農法種出來 無毒無農藥然後而且健康的蔬菜水果 可以理解吧 但現實是什麼 現實是我們雖然現在都說 台灣的房價很貴 世界上各地的房價都很貴 年輕人必須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賺錢 等到賺很多錢以後 你才有辦法買一塊土地才有辦法 有一個地方安身立命 我們覺得我們現在的土地資源很少 但是同時呢 現實是我們其實房子越蓋越多 但是有房子住的人就越來越少 而且新蓋的房子大部分都不是給 需要房子的人住的 新蓋的房子根本就不是 年輕人努力工作就買得起的價格 那你會去質疑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會覺得 既然我們這麼努力的去蓋那麼多房子 可是同時又放任那麼多的空屋 閒置在那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把空屋都先住好了 都先住滿了 等到真的所有的空屋都沒了 我們再去蓋新的房子 那 現實是我們現在都覺得食物很貴 物價很貴 我們必須 因為非洲很多難民 我們可能必須要進口更多的食物 我們必須要灑更多的農藥 用基因改造的食物 讓糧食的總量提升 我們才有辦法餵飽這個世界 但同時我們就浪費了將近三分之一的食物 這些三分之一的食物 並不是普通 並不是大家吃剩的 而是根本沒有碰過 根本沒有被採收 或者是被採收出來 根本沒有被吃到 根本沒有送到餐桌上 就被丟掉的食物 占了三分之一 同時我們這個世界上 卻有十億有人口 是面臨飢餓的狀況 荒謬的是我們這個世界上 有高血壓跟嚴重過胖的人 竟然遠高於面臨飢餓的人 我們發現食物越重越多 越生產越多 但是吃得起食物的人 卻沒有越來越多 哀餓的人還是那麼多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把那些 我們浪費掉的食物 都先處理掉以後 我們再想辦法去 用自然農法 或是用有機農法去 用生農法去生產其他的食物 再去生產更多的食物 所以 我並沒有要說 翻垃圾桶是對的 我也沒有要說 佔領空物是對的 這些東西其實在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不合法的 但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不想討論何不合法 我們只在乎這件事情正不正確 對我們來說 建商炒房地產 然後超市把食物丟在垃圾桶裡面 都是合法的 但是不是正確的事情 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 我並沒有要叫你們 認同為什麼那群人要去佔領空 或是為什麼那群人要去翻垃圾桶 只是要跟你們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並沒有叫你們認同他們 只是讓你們知道 他們這樣做的行為的原因 他們做這種事情的原因 然後你們去思考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啊 成為他們那樣子的人 並不能夠改變什麼 超市並不會因為我們去翻垃圾桶 他從此以後就不再丟那些 可以吃的食物在垃圾桶裡面 建商或是政府也不會因為我們去佔領了幾間空 從此以後 他就不再炒房地產 或是不再把農地蓋成農舍 這些事情並不是我們靠個人力量可以解決的 那我們這樣子的生活方式只是 能夠讓我們從 原本我們都覺得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條路 就是讀書 考試 拿學歷找工作賺錢 然後破壞環境 然後就這樣子一條路的走下去 這種方式讓我們發現說 其實你並不一定要這麼強烈的 逼著自己去做自己討厭的工作 然後去傷害一群你根本不認識的人 或是土地或是環境 你還是有辦法在這個社會上活下來 但活下來以後呢 我在客外下那邊有認識了一個希臘人 他是一個街頭藝人 所以他表演通常就是表演 丟球啊 雜耍啊 倒立啊 像是馬戲團那種表演 那他其實很厲害 那他在歐洲各地旅行 他跟我說 他如果沒事的時候 他就會到他所在的地方找一個廣場 或是找一個觀光景點 然後在那邊街頭賣藝 可能在那邊丟球 在那邊倒立 大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周圍的人看到他會覺得很厲害 然後會圍觀起來 然後會給他打賞 可能會給他一些錢 他說 等到他表演完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結束之後 他會拿著那些錢 到超市裡面 去買一罐啤酒 他喜歡喝啤酒 然後呢 他就會走回去剛剛的廣場 走回去剛剛的觀光景點 然後一邊喝著那罐啤酒 一邊把他剛剛賺到的錢 剩下的錢 全部都送給路上的人 路上他覺得需要那些錢的人 那麼那個時候就覺得很厚妙嘛 就是 那個傢伙其實身上一點錢都沒有 他根本沒有錢 就是他是連銀行帳戶都沒有的傢伙 連提款卡都沒有的人 他說 他說 表演街頭脈衣 表演雜耍 只是他的興趣 他喜歡別人崇拜他 喜歡別人欣賞他表演的時候 他喜歡那樣子的感覺 但是因為他的生活方式 他住在空屋裡面 他都翻垃圾桶的食物 或是都去菜市場找 堆堆的食物 所以他其實不需要 不太需要那麼多的錢 對他來說那些錢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他就說 表演雜耍或是在街頭脈衣 只是他的興趣 那他街頭脈衣所賺到的錢呢 他並不需要 那他就說 那我覺得我的工作 應該就是把這些錢拿去 給其他真正需要錢的人 所以 他是一個雞頭脈衣人 但是他的工作 其實是拿錢給別人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 根本沒有錢的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回想到我們小時候 比如說我在學生的時候 當我們說 我很在乎環境議題 或是我很在乎弱勢的學生 或是我很在乎可能 非洲或是東南亞那邊的奴隸 或是童工的時候 許多的人 比如說我們的家長 或是老師 他們會說 欸你想要關心這樣的人很好 這些也是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你只是一個Nobody 你什麼都不是 你沒有錢 你也沒有權利 你並不能夠改變他們 所以他們會說 你要做的方式 就是努力的讀書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賺錢 等到你成為一個企業的老闆 等到你成為總統 或是等到你成為立法委員 等到你成為很厲害的人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成立一個基金 你才有辦法從政策 從制度 你才有辦法定定新的法律 去改善這些人的生活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改變他們 可是只能夠這樣子嗎 我曾經嘗試著這樣做 我曾經嘗試著很努力的念書 然後很努力的工作 我覺得我可以做得到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話 可是這代表了什麼 這樣似乎代表著 能夠改善這個世界 能夠改善這個社會的人 好像就只有那些很有錢 跟很有權利 很聰明 或者是家裡很有錢的人 難道只能這樣子嗎 那其他不是那麼聰明 或是不是那麼有錢的人怎麼辦 所以剛剛那個西亞人的案例 讓我知道說 其實你要幫助這個社會 或是你要幫助其他人 其實根本不需要任何資格 任何人都有辦法 任何人都有辦法用他們的方式 去做 去做 去成為他們想要的改變 就是那個時候 我接觸到了另外一個思想 叫做禮物經濟 那這樣的想法是 建構於我們現在大家比較習慣的 另外一種的交易 的經濟模式 叫做交易經濟或是金錢經濟 我們現在其實都習慣了說 人跟人啊 人跟動物啊 人跟環境啊 人跟這個地球 所有的關係 都是一種交易 我們會覺得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不會有人平白無故的 不會對你好 一個人對你好 他就是為了從你身上 他就是為了想要從你身上 得到什麼東西 不然他不會想要對你好 我們會覺得現在的爸爸媽媽 照顧小朋友 照顧他們的孩子 只是為了養兒防老 希望小孩子長大以後 能夠照顧父母回饋他們 但是其實我們內心都知道 並不只是這樣子 是吧 今天如果真的只是這樣子 交易的關係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著 我老爸老媽之前 花了多少錢讓我去念書 上大學 我之後就同樣花多少錢 讓他去住多好的養老 驗帳就好了 並不是這樣子嘛 其實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父母跟親子的關係 應該比較貼近禮物經濟 因為我們愛他 我們很在乎他們 所以我們會希望他過得好 所以我們會想要照顧他們 但並不是為了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禮物經濟就是 如果一個男生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如果他是真心喜歡那個女生 那這個男生 可能付出了時間 付出了金錢 付出了勞力 去準備一個禮物 要送給他喜歡的那個女生 當他在送這個禮物給他喜歡的那個女生的時候 他期待的並不是那個女生收到禮物以後 回贈給他什麼 他只是希望 他只是希望能夠當一個 能夠讓他喜歡的女生開心的人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說 明明他在消耗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金錢 自己的勞力 但是 他並不要求任何回報 而且他本身很享受著 在付出的這個過程 這就是禮物經濟 當你嘗試著把自己無條件的送給這個世界 你對待自己的家人可能是那樣子 你對待自己的情人可能是那樣子 你嘗試著把這樣子的方式 無條件的付出的方式 從對親人對情人 拓展到對朋友 對陌生人 甚至對動物 對環境 你都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待他們 那也許你幫助的人 不能夠 並不一定能夠 直接的回饋你 但是 很有可能其他的人 看到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他的人會想要來幫你 或者是 你幫助的人 他沒辦法回報你 但是他之後會想要去幫助其他的人 那 這樣子的關係 傳下去 總有一天會傳回來你身上 所以 我們剛剛其實一開始講的 搭便車啊 或是 沙發衝浪啊 其實都是一種禮物經濟 路上經過的車主把他們 空的車位當成禮物送給我們 邀請我們上他們的車 然後讓他們載我們一層 有的時候他們為的是 想要跟我們聊天 想要聽我們的故事 或者是他們想要跟我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 可是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只是想要當一個能夠幫助別人的人而已 這樣子 那 這是禮物經濟 所以我開始嘗試著說 欸如果我們 能夠在現代社會裡面多一點這樣的思想方式 那個思考邏輯思考方式 那我會發現其實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跟人的關係會變得越來越輕鬆 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猜忌 那 剛剛講的只是個人的生活 如果擴展到 其他的應用方式 會變怎樣 我們成立了一個商店叫做免費商店 其實今天大同國那邊也有 這樣子一個免費商店 他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很多人會覺得他是二手商店 有些人會覺得他是一屋一屋 但是他其實都不是 免費商店就是邀請你們 把家裡面用不到的東西帶過來 但是並不是把垃圾帶過來這邊放 而是 你家裡面可能會有 閒置的衣服 閒置的包包 閒置的玩具 你覺得他放在那邊很可惜很浪費 你可以把這個 好的東西當成禮物 無條件的送到這個免費商店來 你不要求任何別的 你只希望這個東西 你的東西 能夠重新被別人使用 就這樣子而已 那當你來到免費商店 你看到那些東西 可能看到包包 可能看到衣服 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你不需要付出時間 付出金錢 你都可以得到這些包包 你想要的包包 或是你想要的書本 你就把它當作是別人要送給你的禮物 那你接受別人的禮物 不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你只需要好好珍惜 別人送給你的禮物 這樣就可以了 那 我們試著用這樣的免費商店 然後 開始在台灣各地 推廣 所以 我們並沒有說 我們從此以後 就不能消費 不能買東西 不能賺錢 不能花錢 只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覺得你想要買東西 但是 並不是說 你真的 你並不是說 真的特別想要一個東西 你只是覺得 你需要那個東西 而那個東西一定要花錢 其實 如果你周圍有一個免費商店 你可以去那邊看看 搞不好 你就可以 拿到免費的拿到那個東西 那你是不是就代表 你可能省了一點點的開銷 那 如果我們 用免費商店 用共享糧倉 食物跟 東西都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搞不好我們在這個生活 這個社會生活 就可以越來越輕鬆 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然後 最後 其實經過了 克羅來西亞那邊的故事 以後會有很多 沒有 會有一些出版社會問我說 你需不需要能夠出書 那 他們也說 我知道 他們說 他們會知道我 很在乎環境 或是在乎 呃 資源 所以他們說 我們可以用 大豆有莫 或是用再生紙 去做這本書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說 不是這個 重點是我們現在 閱讀書的方式 並沒有那麼的友善 因為一本書 並不會因為你看過一次以後 他的文字就蒸發掉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想要嘗試的是 做一本無價書 應該說我們可能會嘗試的去印一些書本 然後這些書本是 你要付多少錢就付多少錢 但是你只能夠擁有這本書的閱讀權 而不是所有權 那你閱讀完以後 必須要在後面簽名 然後留言 然後把這本書拿給其他願意在閱讀的人 讓這本書不斷的被不同的人這樣閱讀過 OK 講到這裡 只是要跟大家說 現在我們在參加一個比賽 叫做台灣部落格大賽 對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 到空母筆記的粉絲頁上去按讚 去點那個字典的貼文 然後去那邊按讚 對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有問題可以再問我